大家好,我是对妈 我们平时在织搓板针收针的时候 大多数用的收针方法都是这种变子针收针法 收出来的效果就是这种变子型的 刚才我学了一种新的收针方法 这个收针方法收的效果比较圆润 而且弹性很好 我演示一下 这个收针方法我们要用缝合针来完成 首先把缝合针穿入这两个线圈 是直上针的方式穿入 一次穿入两个线圈 把这个线拉过来 稍微紧一点 也就是吃平了就行 然后在直下针的方式穿入第一针 再把这第一针这个线套脱落 接下来直上针的方式穿入两个线圈 把这个线拉紧了 然后在直下针的方式穿入第一个线圈 把这个线拉紧 再把第一针脱落 后边就这样重复 一针要是直上针的方式 一次穿入两个线圈 接下来直下针的方式 一次穿入一个线圈 就是穿入第一个线圈 把第一个线圈脱落 大家看这个边 饱满圆润 而且弹性特别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图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